Hello,大家好,我是桑普,来到8月2日的凌晨时分,要和大家桑普论静 今天我们讲一些与中国与香港有关的新闻,大家关心美国大选的消息 我们周末再讲,我们今天的下午也会播放新桑海神舟,希望大家关注我和杰斯的频道 好了,我们讲一讲关于与新桑海神舟无关的题目,希望大家关注这几则重要的新闻 大家知道香港,大家关注江文慧,即回到香港,大家庆祝,整个短片,共产党的宣传,全部都是关于她的影片,洗版了 这一件事大家都知道,与其吹捧江文慧,不如关心政治犯 这个是我们一直讲的道理,所以稍后我们会讲到周恒彤 希望大家都明白她最新的新闻是什么 先讲习近平,大家知道习近平现在承受着很多面对的问题 中国经济的问题,和她政权不稳的问题,因此她要找些人来垫脚 找什么人垫脚呢?宁波邦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中国经济不景之下,曾经向香港富商施压和疏远的国家主席习近日向香港的宁波邦 企业家会讯,还是会传播这个回信精神的了 发扬他们,表扬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希望他们积极融入国家 改革发展开放的大国,什么意思呢? 付钱,欢迎你们来投资,送钱给我用 这个架势很清楚了吧? 如果大家知道毛泽东当时怎么欢迎印尼华侨 新加坡,马来亚,华侨,祖国投资,来了之后,地富反卖又,你什么都没有了 不得了,这个是仰谋,不是阴谋,隐射出动,罪而迁之 如果你相信共产党是真心想你融入大局的话,我想你都不需要听你的节目了 你可以入封人院 中共党媒解读说,在眼下的中国二十届三宗全会 刚闭幕不久的背景之下,习近平曾指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背力来自于企业家的精神 你知道什么企业家的精神吗?Entrepreneurship 就是自由市场、发自、契约精神 这件事是共产党一点都没有的东西 他说,全面深化改革的背力来自企业家的精神 忠于报效国家为国捐款的宁波邦 报效国家为国捐款 你不捐,就是打到你捐 脱衣脱褲,整你什么都要捐出来为止 你半个器官都要捐了 宁波邦正是企业家精神的标息 这次习近平的回信还未提及香港地产商的贡献 主力是宁波邦 今天中共党媒新华社新闻联播人民日报 在星期三,即8月1日以头版的方式报导 习猪头仔7月30日向包培庆曹其勇 这些组织宁波的香港协议 信中先赞容他们传承先半爱国爱乡的传统 积极创新创业,捐资助学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火相传的爱国心桑子晴 再强调推进强国建设 需要全体中华儿女迎新聚力 希望他们继续发挥各自优势 积极主动融入国家改革开放大国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 做了新的贡献 他说这些灵波帮深系组过 布里四海的商人群体 点名已故的世界船王鲍玉江 和娱乐大亨邵逸夫是外国外乡人士 贡献国家家乡建设 这次回信更加因应这些灵波帮后代 虚信习近平回报继续贡献国家力量和决心 之后造出这个回信 报道有特别提到 邓小平在1984年曾经指示 把全世界的灵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灵波 意思就是你们这帮灵波帮姓包的姓邵的whatever 来到这个灵波建设灵波帮水 给建设灵波出钱出力 不是你就是半党半国 你不爱我我就不爱你 你就是半党半国 这就是习近平的思维模式 他以前在浙江工作时 习猪头要多次关心灵波帮并寄予寄亡 今天另一个党媒中国新闻网 就在一部解读上见外 在眼下的中国二十届三出传媒缸 闭莫不苟 在最一部全面生化改革 推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表情下 引述习猪头曾经指出 全面生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满床的活力 市场活力来自于人 特别来自企业家 来自企业家精神 而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就是 感为人先 实业报国 回馈社会 企业家精神我都跟你说 大家什么呢 企业契约精神 法治精神 敢创 敢冒险 然后之后 有产权的定义 然后按规则反适 这就是企业家精神 好奇冒险同心 挑战不同的领域 创造 创新 科技的 人的 事的都是这样 这是企业家精神 而关键是法治和契约精神 而他不说 他定义十二的大致 敢为人先 实业报国 回馈社会 回馈一下给大家听 感为人先 就是说 你敢给钱给我先 实业报告就是什么呢 给钱给我先 回馈社会 回馈我先 就是给钱给我先 这就是共产党的精神 过去四十年间 累计向国家捐助数百亿计的灵波帮就隐藏着这种精神 帮水 大家知道 2012年的上海后 对香港富商地产商态度疏远 被指不满他们 香港各阶层影历过大 与习近平政策主张格格不由 2021年 香港01曾引上消息 习近平在2018年一个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内部会议上 说过 香港商界影响中央治港政策的日子 已经一去不复返 我总结了这个句子 并说其他所指的香港商界 就是地产商 中央也对香港地产商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初期保持沉默 早有未然 而路透社当时的报道 中共中央要求香港地产商协助解决房屋短缺 表明市场游戏规则已经改变 当然是张晓明这样说 现在已经不见了 太阳照常升起 不再容忍这个垄断行为 引起市场动荡 近年代表中央执掌香港事务的夏宝龙 在浙江拆十字架 在这个地方成为 遥遥欲罪的浙江帮的夏宝龙 更多次向香港地产商施压 要求共同富裕以解决经济困局 而今次习近平的回信 未提及地产商的贡献 换言之这个基本上是针对宁波帮 要他们绑水 今天针对宁波帮 其实只有逐个逐个圈定 你们要做事 你们要做事 他一气致过 叫那么多人做事 没有人做事 现在大家上过中小学都知道 老师要大家做事 不会做事 拔一小学 你们这个小中学 今个星期做 后面那个下个星期做 那些人就会做事 所以这个共产党就是要人家 要量水 要人家吐水 就是这个方式来做事 可见共产党呢 在学院设立全英国最大的中国研究所 就叫做 Lao China Institute LCI 楼市中国研究所 那是哪个地方呢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Kings College London KCL 这个华人志董事会主席 刘明慧 就在这个KCL捐赠了至少1,100万英镑 大概1亿1千万港币左右 是在学院设立一个 楼市中国研究所 LCI Lao China Institute 大家知道 学院拒绝 披露捐款者的身份 大人都知道 你把名字放进去 你要明白 大家知道是 劉明慧 2015 2020 2022年的期间 向楼市中国研究所 和楼市中国研究基金 研究所基金 LCI Fund捐款 20万至600万英镑不等 大家知道 这些基本上是干预的 这件事 是基本上是一个 滲透英国的中国的 代理人的大本营 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英国要去处理了 另外比如说 McGovern Jim McGovern 他是民主党的一个重要的国会领袖 当然他是对于跨党派的 一些香港意外 是相当关注 和相当 用心地去支持一些东西 比如说 推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推出保护香港法 禁止向香港警察出出武器 提名香港民主运动 国族洛贝尔和平长 要求撤销香港ETO 即经贸版的外交股面权 阻止李家超参加APEC会议等等 McGovern 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都知道他是民主党人 虽然你知道我不是支持民主党 但是 这位马薩的民主党众议员 的确对香港人 是跨党派形成共识 并著有贡献 近日他被中国制裁 说他频繁干涉中国内政 損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多次发声支持港人 自称自豪与港人暂在一起 这些全部都是罪状 我想这件事 大家知道他们支持我们 现在他被制裁 我们都支持他 这个跨党派 不会因为我是支持共和党 或者特朗普 所以说McGovern是完全是坏人 我们绝对不应该这样做 跨党派的共识是重要的 而香港是感谢这班美国的国会议员 无论是哪个党派 支持香港的 我们一定会支持 OK 即是他们的行为 我们一定要支持到底 好了 另外我们更加需要关注的 就是这个周幸彤的案件 一开始我都说过 周幸彤的案件 很少人报道 大的新闻媒体 基本上放在很次要的位置 但我觉得是昨天最重要的新闻 不如关心政治犯 正就支联会案还押的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 说他母亲今年初尝试送入记协出版的《人民不会忘记》《八九文幻十六》 和陈慧这个作家所写的小说《迪底》 以及已故民主党元老司徒华回忆录大江东去 和佔中发起人朱耀明回忆录敲钟者言 第四本书都是被诚教署以对社会事件存在偏颇描述 引起在囚者萌生对抗管治的意义 意识这些地位扣起身 周幸彤就向诚教署提出上诉 亦被驳回 他在7月30日星期二 入品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 挑战诚教署的决定不合宪不合理 侵害他受《基本法》保障的表达自由 令他蒙受外交资讯完全隔绝的风险 要求法庭推翻储方决定 批准他在收押所收取这四本书 而这个入品狀强调 相关书籍只是描述当代历史事件和历史 在香港亦非禁书 即使有部分内容挑战政治秩序 是一个民主社会应给予机会表达 以和平方式挑战现行政治秩序的政治理念 这就是言者遵遵听者妙妙 我相信他成功机会不大旦 我要为他古语夫 也希望为他加油打气 他由大律师谭俊杰 吴忠联代表 建议答辩人就是程教署长 入品狀说周幸彤的妈妈在今年2月22日到3月1日期间 先向程教署申请送入刚刚四本书 3月5日程教署再向周幸彤发出两份扣起刊物确认书 程教署人员另外口头通知周幸彤 说人民不会忘记和弟弟对社会事件存在偏颇描述 可能引起对抗管治的意识 以及对院所保安秩序构成威胁不利更生 就需要扣起两本书 另外3月9日程教署再发出两份扣认书 以同类的理由扣起大江东去和敲宗者言 即是你看到这个多么荒谬的一件事 我不细读他一些真正的很详细 每本书的略有不同的理由 但我想这些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谁知谁非不容我细说 今天这些理由全部影响远所安全保安 这些全部欲加之罪何患无耻 逻辑罪名基本上就是 你再要坚持那些煽动意图罪 即是这样的方式是对待欲中的囚有 而周英雄申正这些书 他是继续坚持这样做 继续坚持用入品状的方式 和从事司法途径去抗议 很多人就会说 那你抗议都知道无效的 那你是不是拼眼球呢 那是不是说 用这个方式是否代表你相信香港的司法呢 我想不要这样去看 相信香港的司法 但是要真的拼眼球是真的 即是说你要换发全世界的关注 至少香港人自己关注 近这几个月我一直反省问题 我们在海外 即是在香港之外的地方 尤其是在台湾 我的身家园 去继续讲香港的议题 不免台湾 或者有些人在美国讲 在加拿大澳洲 或者英国 或者欧盟讲日本 都会有个问题 我们要遇到一个平颈 这个平颈 希望香港的人帮我们突破 如果我们显示不到日常生活的对抗 反抗 不合作 那很难 我们很难为香港说话 因为大家都知道 香港已死 Food stop 即是周永彤 如果他不做这些东西 他不说这些说法 他不申请日品葬 认为拒绝书进去 习以为常 那有几个后果 他不做的话 香港的人不会再关注他的案件 世界也不关注事实上 程教处做他什么事 他的事全世界会知道 而这件事有利于 大家不是说 香港还有一个议题 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是说香港还有人 人心不死 依然做对抗 反抗 不合作 依然寻途径 去表达他的不满 香港人并没有放弃 香港人并没有把2019时的情况下 香港人并没有放弃了 欲中的仇友 而欲中的仇友也没有放弃他自己 这才是真正的意义 而外界对香港的关注 就很视乎 有没有持续 有人性的 日常生活的对抗 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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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作 这个就是resistance 你看到这个就是重要 那你说resistance 怎样的情况 可以不犯法 我给不到答案给大家 但尽早 自己量力而为 每个情况 每个人 他的性格 他的角色 他处于的情境不同 我给不到一个 一致的答案给大家 但是我认为周恒彤是很好的榜样 不需要视他为偶像 没有这个idol 他是一个榜样 是一个model 是一个role model 给大家看到 申请方质疑 承教署拒绝合书籍的决定不合欠 不合欠 unconstitutional 我说 表达自由 freedom of expression 即是表见自由 并不限于通讯自由 亦包括接收和传递资讯的自由 即使周恒彤言证在囚 人权法律列宁在囚者的 基本权利仍受保障 这点很重要的 OK 即是说 囚禁一个人 是限制他人身自由 但人身自由以外的各项 用基本权利 包括他病了要看医生 包括他在交易外的财产 不受霸占 包括他的名誉 不可以被人毁損 不可以被人强奸 不可以被人轮奸 不可以限制他的言论自由 不可以限制他接收及传递资讯的自由 这个是在香港人权法例 条例里面的 亦都是国际人权公有所保障 但香港现在国安大于一切 现在大石宅死鞋 讲道理 言者遵遵听者妙妙 而最后 周恒依然要说 为什么 刚刚我告诉大家 原因 所以我觉得他非常有勇气 亦都是坚持 他的信念 和坚持付出行动 他帮的不是他自己 这本人这么简单 是为香港 你猜他不知道这件事 他基本上的机会很微 但他为什么要说 就是keep the fire burning 这是很重要 我们在海外的 就算这个节目 可能点击率不及 说美国大选 说什么江文蔚 说什么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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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依然要说 因为这是我觉得 做一个人 做一个评论人 应该要负担的mission 和责任 日品藏他自己写 他自己写 律师写 处方处理上诉程序 欠缺透明度 监禁规则第56条 虽然富权处方 扣起或处置书席 但没有法例列明 在囚人士上诉的程序 亦没有定出 处方的权限 在囚者的权利 因此处方的上诉程序 缺乏法律基础 犹如在某里面 变出兔子 即基本上是自把自为 唯一列出上诉程序的文件 是处方要求周幸彤簽署 扣起刊物确认书 说在囚者有权在28天内 向院所的区域指挥官 提出上诉 当然这上诉 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 申请方强调 本案涉及申请人和全部人士 接收外交书席和开密的权利 和表达自由 因此必须采立教育的准则 评估上诉程序 由于处方的上诉程序 有为申请方 掃出法律的权利和对法律程序的可预见证 就是Accessibility and foreseeability 上诉程序必然不合法不合宪 而这个Judicative Review 司法呼含另一个理据就是 处方误解了监狱规则第56条呼吁的权力 申请方重申 不争以处方有权扣起影响院所纪律的外来书席 但周昂彤被扣起的书席 只是描述当代的政治事件、历史等等 即使有部分内容挑战现行政治秩序 但在一个政治民主社会 以和平方式挑战现行政治秩序的政治理念 应与机会表达不同的政治行动 包括质疑政府的行动应该可以提出和辩论 而监狱规则在1997年修订时加入了保障人权的竅门 申请方质疑即使涉案书席的内容 挑战着原有的政治秩序 都不足以支持处方可以一刀切禁止 强调规则赋予处方的权力不能致意不合理的运用 不符比例侵害申请人的表达自由 申请方又认为处方没有基础 我说相关书席会破坏程教院所及保安秩序和纪律 处方必须避免侵害在囚者的表达自由 但处方的上诉程序缺乏法律基础 必然引致他们作出质疑的决定 入品壮继续套用相证性原则 就是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即比例原则 评估处方的决定 申请方接受处方审视外来书席有合法的目的 但对申请人表达自由的限制不符比例 申请方指出相关四本书并非香港禁书 仍能够在书店、大学和部分中学图书馆取得 申请人本应是能够在香港自由取得和阅读这些书 而展述他的政治理念的书籍 一般不会被视为对秩序和纪律的威胁 如果这些书在香港没有被禁 亦都无需禁止申请人阅读 申请方认为 处方说这些书籍再有偏颇扭曲的陈述 欠缺说服力 处方未能指出书中有虚构的事实 或者有什么欠缺 八九文运是公众熟知的事实 有大量纪录 没有证据作者并非真诚相信他们提出的观点 日品藏也质疑相关书籍 是否如同处方所说 危害员、懲教院所的保安甚至国家安全 处方未能指出书籍带来任何即时危险 例如在囚者看过内地 即中国和香港的历史之后 会引发暴乱 申请方即周恩和地方的律师认为 《人民不会忘记》是八九文运的第一手资料 到底是一本小说 社会事件只是讲小说的背景 带出的非政治信息提醒读者关爱他人 大江东去含有不少有关作者亲朋的故事 和政治理念无关 他的政治理念也包括外国思想 例如补调行动等等 敲钟者而描述 朱耀明牧师 他实践信仰和推动社会公义的过程 不见得有不恰当的内容 日品藏指出 程教主并没有考虑其他较温和的措施 例如要求撕去部分有无反省的内容 附上警告等等 不符比例地侵害申请人的表达自由 只是因为当局认为部分社会政治议题较敏感 就令他蒙受和外界资讯完全隔绝的风险 而在狱中禁制相关书籍也会带来寒蟬效应 令社会大众怀疑书籍可能违法 担心管有书本可能要负刑责或不敢买书 申请送入书籍的探访者 亦可能避免送入社会政治内的书籍 不利在囚者接受教育和更生 因此处方的决定不合理 法庭应如退法 我非常多谢这两位大律师 不知情真意切 多谢谭俊杰、多谢吴忠联 这两位大律师和周恩彤三位 周恩彤三位大律师 他是申请人 他们写的东西 是可以cover到所有的面向 而这有极高的这种人权论述的本质 其实你看看我刚刚说的东西 如果再到达看一次 你就会知道 非常条理分明 说的论点能够深入淺出 令到各界都知道 禁止这件事 法庭根本上是毫无理论 如果去驳回这件事 是毫无理论 也说他不会增加胜算 因为司法 复合由一开始都注定是输 但他会使到全世界的关注 香港人也有关注 这些是好的公民教育素材 他这一份的谭俊杰、吴忠联 和他所写的这份入品状 根本就是一份很好的公民教育素材 我都希望大家记住 我们香港仍有这样的人 仍然有周幸彤 仍有个律师团队 为他写这样的入品状 我知道是很惨的 因为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香港初中公民经济与社会科 即公社科 将会在9月新学年全面推行 取代已推行超过10年的生活与社会课程 教育局在7月31日 向全港中学法通告公布课程指引 首次引用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法 即他基本上这个法不適用于香港 但他引用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法 其中要求教师向中三生讲解习近平思想 要一定要讲解 而指引不只要向中三生讲解习近平思想 表明部分科题 听着这几个字 是不存在讨论或妥协的空间 就是你一定要背 不要质疑 不准质疑 不准笑 至于之前的生活及社会科 必读的社会公民意识 和国际政治交局等内容 被删除 这份指引提出六个学习范畴 包括个人与群社发展 时间延续与转变 文化与传承 地方与环境 资源与经济活动 社会体系与公民精实 而后面这两个目的就是 帮助学生知道自己是社会一份子 是中国人身份 被以社会一份子的角度认识自我 和探索发展机遇 指引说课程组目标是立得树人 培养学生国家观念 国家安全 守法意识 国民身份认同等 落实爱国主义教育 另外指引将部分课程内容 和爱国主义教育法内容对接 例如在中央国家机构的领导下 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发展情况课题 就是和爱国主义教育法下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关 而从研发看国家的政治体制课题 就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关 完全紧购了中国里面的 所有共产党的八股 党里面的一些教条 另外守法与维护国家安全课题 是和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防等相关的 那么相关的学习时数 初中三年的总课是100小时 没记错是100小时 中三一年100小时上堂 分150节每堂40分钟的课堂 和外国主义教育法主要内容 相关内容接近2成的课题 我真的不知道现在的老师和学生如何教 很简单 我会建议如果大家有些老师 就是在香港老师看我的节目 在中央国家机构领导下 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发展情况 我现在连事务的发展情况 我现在连事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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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现在连事务的发展 那边的发展 对 现在连事务的发展 现在连事务的发展 我一定是一个比较夸张版的 用一些温和一点的 不要这么认真 那就做完了 大家明白的 你明白我明白大家明白 就是以前在国民党 蔣介石这个独裁者 蔣经国这个独裁者 白色恐怖时期 戒严时期 那不是要逼那些老师 要教一些垃圾 三民主义 那你要教的 民权主义 不代表民主 不代表民主 五权宪法 五权宪法 要背 每粒子 标点符号都要记得 那时候是这样的 那你就照讲 那大家拿出来 你会觉得现在 譬如我这一代的 当时都是在台湾的人 接受过的三民主义教育 要考试 考到高分都有 现在他觉得真的会认同三民主义吗 即是屁 即是不会 你觉得三民主义很厉害 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 那些国粉 我就希望公开 和他同场 我去查考他 希望公开 找个节目 公开 全部直播 查考这些国粉 这个三民主义 看是否刀背如流 背不到的 我一定当场抹去 是吧 假国民党人 是吧 垃圾 是吧 接着这班人 还有真正国民党人 反共的 都是口号 最后都是 付匪 这班人 一定被数入敌死垃圾堆 除了这个是真的 真的被数入敌死垃圾堆 你说有些坚持的 少数 明居正 宋革国城 是少数 但你说除了这些人之外 其他那些是什么 父匪为虎作枪的一大堆 是吧 所以我来看看这些人 想起来如何数入地獄 除了课程内容之外 此人也要深深评估学与教的内容 提醒教师部分议题不存在 讨论或妥却空间 并要从宪法和基本法 理解国家和香港特区的宪制关系 即是你不能用西方民主思想 去讨论这些问题 由官方公布的官方支援教材工作址 引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七一说 这个学生答出什么叫四个必需 和四点希望 另外灵际出品的教科书 可以见到思考 网络安全和香港国安法 并较认识中国的发展 目前除了香港公经社科 这个叫公经社科 另外有中文和中史科 以及高中读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 就是我们俗称的公社科 都已经推行了相关的外国教育 所以我想这一件事 香港真的有庇案 所以说这些事情 我们报道给外面知道 香港已经玩完了 第一不会帮 第一是第二是乘着香港人来 怕你们全部已经变成共产党的走狗 你不断说这些话 外国政府有两个态度 一不再帮 而定义你们全部共匪 全部来这个地方 是做间谍的 等于用中国人的态度来看香港人 除非 until and un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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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 香港人有日常生活的反抗 对抗不合作 对抗这些事情 而被我们看得到 这些事情就成为了我们很好的谈知 告诉大家 我们要切割 香港人 和香港特区政府是不一样的 香港特区政府港共集团 是负匪的 是匪的一份子 共匪的一份子 但香港人并非是 至少目前不是 我起码要有证据 不是 那证据呢 我希望大家要给出一些证据 好吗 希望大家留下来的香港人 尽你们的能力 加油 不需要去到最尽的 尽你们的能力 胆量勇气 尽早 尽顶 好吗 我们下一节再说 好吗 感谢观看